哈利大麻巫師劇中惡棍 倫敦暴動吃牢飯 在哈利波特中飾演霍格華茲惡棍 克拉布的演員 昨天遭判刑兩名 傑米維利特去年被閉路攝影機拍下 參與倫敦暴動時 在街上喝偷來的香檳 20點從Slytherin 他更被拍到手持汽油彈 維特利跟警察辯稱 他之所以拿是出自於投柴的壓力 但這並非維特利第一次出包 2009年他就曾因眾大麻而被捕 維特利自我毀滅的行為 毀了他虔誠刺警的演員生涯 這是戲如人生的結果嗎 快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嗚呼